欢迎收看金灵天下世界银行预测 在今年全球的经济将会成长2.4% 连续三年都是放缓的情况 甚至认为说现在全球的经济 已经来到了30年以来最疲软的5年的情况了 另外美国的避险基金大亨阿科曼也认为说 现在为了要避免经济衰退 预估今年美国联准会降息的次数将会超过三次 他甚至也认为说利率降得越快 其实对股市来说是一件好事 不过现在地缘政治的风险依旧是牵动着全球的经济 北欧的瑞典现在政府就提醒民众说 要开始为战争来做准备了 这也导致现在民众纷纷开始来买物资 而另外中国的一个经济 现在也被列为是全球的十大风险 那么甚至也认为说习近平如果依旧 现在是用这个集权的方式来控制的话 那么在今年整个中国的经济恐怕还是表现不佳 那么在选后台股在今天开盘 一度是有上演卸票行情 在早盘的时候是上涨了120点 不过在尾盘这个涨势是有收敛 最后以上涨33点作收 在短时间还有机会来挑战万八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李博亚太区研究总监冯志源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陈微良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许峰璐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陈志玲 大家好 好我们先请教微良 这个升息的一个副作用 让联准会在去年竟然亏损是来到了历史的新高 而且包括像是金融业还有科技业在今年都还是有持续裁员的情况 世界银行甚至警告说 现在恐怕会迎来史上最疲软的五年吗 我们先从几个面向来帮今年的景气把卖一下 首先我想其实很多法人一定会去参考 就是世界银行所做的年度展望预测 预计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放缓到2.4% 这将会是连续第三年全球景气的下滑 主要的原因我想包括像美国今年的经济也是比较疲乱 但是至少可能能够避免掉衰退的风险 现在普遍认为是软着陆的几率居高 除此之外很重要也是中国的经济放缓 而这个部分对于全球的打击又是更为明显 因为如果对比今年全球景气 其实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力量 就是在于贸易的严重放缓 如果我们以新冠疫情前面10年的平均数字来看 今年的全球贸易成长量 大概只会是在疫情之前的平均值的一半 所以整个贸易的打击其实很明显 这个又关于中国的需求 因为需求消失了 需求萎缩了 所以全球的贸易就减速了 所以今年可能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而且未来几年可能都是相对比较低速的成长 所以投资在全世界你其实布局也都是要太弱换墙 这个观点一定要注意 另外去年影响到经济很重要的煞车 仲裁煞车的力道 就是在于美国联准会的强力升息 这个升息其实后座力也影响到联准会自己本身 因为就公告出来 去年整体的营业亏损是来到了1143亿美元 那按照法规其实联准会他如果有超额盈余的时候 是必须要上缴给美国财政部的 那过去历年来都是有保持这个稳定的上缴 但是这个盈余的转折就发生在2022年9月份 因为当时就是开始启动一连串的升息 那2022年的前8月份 美国联准会还是有获利的 那上缴的超额盈余大概700多亿美金 可是从9月份开始单月就转为亏损 所以到目前为止就没有持续在上缴 那未来什么时候联准会能够 也要转亏为盈 那这个其实就要看今年的货币政策 什么时候会降息 因为毕竟目前这个资金成本 也会影响到联准会自己本身的损益表 那再来今年其实才刚开始 不过又陆续传出一些 大家比较不想听到的 这些利空消息 就是有关于裁员 幸好西方是没有在过农历春节 不过如果是在这个华人事件 过年前如果被收到这个LELF 裁员的通知 这个失业 这心情一定是非常沮丧的 那我们来看 其实根据统计 年初到现在为止 大概已经有35家科技企业 要进行裁员了 那这当中我觉得比较受瞩目的 包含像指标型的企业 像亚马逊 或者是像谷歌 不过我觉得一方面 其实他们也是在做整个 营运方针上面的一些转向跟调整 事实上也可以说是 其实就是持续在做太弱流强 因为我特别去看了一下 亚马逊的裁员 它主要是针对像语音助理部门 还有像这个影音串流媒体 这个部分向对来说 可能因为投入一些资源之后 影音一段时间 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Google也是类似的情况 包括说像硬体的部门 它也进行大规模裁员 主要就是这个Pixel手机 另外像这个AR扩正实境 另外它也针对这个 语音助理的部门 也有些裁员动作 所以如果说你是比较关切投资的话 事实上他们在整个云端 或者说AI的部分 其实还是持续的去加大 投资的力道 但是相对来说 可能就有一些部门 未来他可能就会去做一些缩减 在最近这一波的一个财报来看 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 花旗银行在去年第四季财报 是单季陷入亏损 创下15季以来 也就是说大概将近三年的时间 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以来 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 所以也因此他要进一步去宣告 在两年之内预计要再裁减掉 两万个员工 裁员人数非常多 对 大概就占他整体能力的一层 所以我想现在整个 花旗银行集团的员工 应该人心是相当浮动 因为每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将来就要收到可能 Lailoff的通知书了 另外来讲的话 大家熟悉的迪士尼 他其实也要进行一些裁员 不过这一次主要是针对在 旗下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 这个动画工作室 我想大家很熟悉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 常常去看皮克斯的电影 他们原本的团队有1300人 但是未来几个月之内 就要降低到千人以下 所以这等于差不多 有两成到三成的员工会被裁减 因为其实就是迪士尼 过去常常是年度的票房霸主 总结起来应该他常常都是常胜军 结果发现去年迪士尼17部电影 包含皮克斯旗下的动画 还有像漫威的一些英雄电影 加起来17部电影的票房 输给环球影业的两部电影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是 直接就被打趴了 所以其实也承受 蛮大的一些压力 所以整体的整个经济 今年看起来还是有蛮多的考验 那就看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能不能做出一个即时 而且弹性的调整 所以避险基金大亨阿克曼 他就认为 今年美国联准会 应该要提早开始降息 而且至少是要超过 三次以上的幅度 好 不过我们要再请教微良 不过说到现在全球 我觉得不安的因素 还有这个战争 像是夜门叛军 导致鸿海的危机 也影响到全球的供应链 另外乌尔战争也还没有结束 美国前总统川普他就说 我们从来没有离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么近过 好 最近其实鸿海危机 对于供给端的影响 一般来说是在运输的成本上扬 但是还没有说真正 演变成全面性的供应链 中断的风险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 特斯拉已经开了第一枪 因为他正式已经宣告 1月底到2月中旬左右 在柏林这边工厂的 汽车生产作业将要暂停了 最主要原因就是 有一些零组件 因为尤其是从中国这边出口之后 因为必须绕道道好旺角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有一些供应链的一个风险 所以决定就是暂缓生产了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势必也会影响到 就是这一个季度 那再来则是瑞典 我想过去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一个很标准 所谓的中立国 但是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他们也结束了 长达200年的中立立场 而且甚至在去年年底跟美国 签了合作的协议 那就是允许将来 美国可能可以有一些军队 在瑞典当中去做一些部署的活动 那最主要就是好像让民众 已经感受到有一些不一样的氛围 那最近瑞典的政府 跟他们的国防部 也呼吁民众要为战争提前做好准备 所以北欧的瑞典现在也会开始担心有战争 这简直在过去的百年来 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那这么一说 当然所有民众会恐慌 所以大家就开始去抢录音机 因为战争的时候 你必须要用最传统的设备来通讯 录营的一些器具 这不是为了交友 只是为了将来战争要逃难 要活下去 只是说这个提醒警告 究竟是善意 还是有点莫名其妙 还是说只是造成民间的一些恐慌 其实在瑞典内部当中 也引发一些争议跟探讨 对 再来就是我们看 今年的美国股市 除了刚才讲的景气的影响之外 当然很重要就是今年是大选年了 大选的变数 其实后续就会开始 有很多值得探讨的议题 今天开始就特别要留意就是 总统的初选 共和党的总统初选 第一场就在今天 要在爱荷华州来做投票 川普目前 其实他的一个民调数据 是大幅领先的 当然他自己最近可能也是要 为自己造势跟拉票 他有提到说 现在全世界的一个紧张情势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接近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我想这个就是 大家最不需要看到的事情 一旦爆发这个世界大战的话 现在这种规模之大 或者说武力之强 可能都会远超过于 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 他说如果真的三战的话 会是一种毁灭 对 所以这个其实当然 大家也会很害怕 很担心 所以川普就以这个 救世主的角色告诉大家 他有这个能力来阻止战争爆发 所以是不是相信 我们就继续看 这个以民调数据就会显示 到底接下来川普 重返白宫的几率是高或低 刚威廊但我们看到 是整个鸿海危机 现在也已经延烧到了特斯拉 包括川普说 世界从来没有如此的 接近三战的一个爆发 那么当然会说这番话 主要是因为美国总统的提名战 已经正式的揭开序幕了 不过回到台湾 台湾的总统大选智琳 现在是已经落幕了 原本落幕之后 大家就说 今天是不是有卸票行情 在早盘的时候看 的确上涨了120点 感觉上是有卸票行情 不过在最后这个涨幅收敛之一 上涨33点作售 在农历年前 如果说要挑战万八 还有机会吗 我认为有机会 但是这个关键时间点 我们会来跟大家分析 今天卸票行情好像有点变成 卸气行情 只有卸了半场 这个选举不确定因素解除 我们跟大家先分析一下 这一段大盘分析 我们大概分成三个部分 来跟同学们讲 一个是在农历年前 我认为有利 然后再来我们会讲整个Q1 再来会来跟大家规划 这一整年的推背图 我们先来谈一下 为什么我认为有机会 因为在星期四 有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 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个上影线 其实最主要是外资 如果你有在看期货的话 外资的空单 大概在上礼拜是创最近新高 在这礼拜三就要结算了 所以空单这么多 他当然不会想要自己嘎自己 所以在星期三的时候 可能在这次后 而且台积电刚好又是法说会 所以我们觉得第一个观察点就是 外资的空单 有没有在周三的时候 做回补的动作 那法说会的部分 从这个大力光的法说 已经提到高阶手机的部分 客户是乐观的 所以预期这次台积电法说会 应该是正面的 所以我们就要观察说 台积电法说会之后 台股能不能带量往上攻 那再来我觉得在第一季的部分 还有这个利多 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 这个MWC展 而且上次我也给大家一个结论 上次这根中场很可怕 那我跟大家讲说 都是一个高档区间震荡 所以隔两个礼拜的录影 其实还是在这里 所以关键就是在台积电的 法说会的部分 好 那再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说在农历年前 有这个机会 因为根据过去的历史统计 总统选举之后的20天 他的上涨的几率是最高的 虽然他的幅度不是最大的 但是根据统计 大概是15天到20天 上涨几率高 而且幅度是不错的 但是在20天后 可能会慢慢跌 那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 20天后刚好是 农历的一个放假的时候 所以在农历年前 反而是还不错的一个买进 还是有这个机会 我认为第一季会先建造短线高点 然后开始回档 但是年底会往上 所以凯基头库的看法 跟我大概是一致的 就是第四季 他觉得有机会挑战2万点 但是你必须要特别注意 避开第二季跟第三季 可能会季节性的一个回档 所以支撑的部分 可能会回撤16600 没有错 所以我认为说农历年前 有机会往上拉 但是我是建议大家 这次你可能要减码 不要报那么多股票过年 因为第一季 如果这个MWC的高潮出现的时候 如果指数那时候 开始都没有再过高的话 那你要注意 二三季可能会回档 不过在农历年前 还是很有机会 不过在这一次我们说到 这个执政党是胜选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族群 大家到底该怎么样挑股票 怎么去布局 那么在今天其实很明显看得出来 有一些族群 已经开始演出庆祝行情 不过有一些这个卖压 还真的蛮大 只有庆祝一半 好 那我刚刚提到说 我们盘氏分析 我们现在是跟大家谈 农历年前 我觉得还有机会 所以这里的操作 先跟大家谈 我们先以短线的操作 来跟大家谈 那既然执政党胜选 他会有些庆祝行情 但是其实今天有些股票涨 但是其实当然也会有些 失望性的卖压 那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说按照目前立委的席次 因为这次原本执政党 全部都没过半 那这个民众党 它是关键的少数 就是有八席 所以民众党的一个 到底最后是支持谁 就会很重要 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 第一个我觉得 分成有利的行情 当然半导体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因为现金半导体 台湾是独霸全球的 所以基本上今天半导体 都还可以维持上涨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大家今天盛选都会认为 原先执政党的政策 像军工 重电 生计 太阳能 应该都有机会涨 政策渴望延续下去 对 但是这里面 其实藏了一些玄机 来跟大家讲 我们要重点是 后面还要有延续力 不要说只庆祝一天 好 我认为在军工航太的部分 会有力 因为刚刚斐宇也提到 其实今年地缘政治跟战争 是非常的危险的 所以当然这边来讲 我刚刚提到因为民众党是 已经是第三势力了 他个人是支持国防预算会提高 所以原先的这个 我们的国机国造 原先绿营的政策的部分 是有机会延续的 所以这里面军工航太 比如说雷虎 宝一 亚航跟汉翔 这些股票的话 今天虽然没有涨 但是位阶够低 我认为有机会 再来重电跟除能的部分 因为电网更新 它基本上已经是 必要的一个基础设施 其实今天也都是有表现上涨的 那我认为太阳能跟风力发电 你就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因为在野两党的 目前的立委息事是比较多的 那他们个人来讲的话 是支持核能 因为执政党原先是非核家园 他们支持核能占比 要提高到10到12% 所以原先的太阳能的部分 跟风力发电 可能今天涨的话 大家可能就 之后就不要去追这些 不要再追了 那生计的话也是因为立委席次的关系 在生医疗法的草案 还躺在立法院 还卡关 所以这方面的话 如果没办法获得在野之时 可能将来还是有些变数 所以生计股票 也要先稍微保守一下 今天虽然有涨 但是就是提醒大家 这些股票你可能是要 不要用追的方式 那再来就是讲不利的 不利的话就是原先 大家在蓝营这个部分 就大家期待说 陆克有机会来台消费 今天观光好弱 没有错 所以观光你看像这个熊丝金都跌5% 凤凰大概跌5%左右 那原先的饭店跟航空这些 基本上就是比较偏弱的 那另外不利的就是 这个EGFA的部分 因为EGFA已经 对岸已经有放话说 可能要取消这个关税的部分 那当然他们已经有先跌过了 只是跟大家讲 这些不利的跟中性的 可能暂时性先不要碰 你可能要找这些有利的部分 去做个操作 在农历年前 你可能要先锁定低基期跟政策延续的 就是我刚刚讲那些有机会延续的 好那一样 假设重电有机会的话 那我们就来看 相对低基期的大雅 你看大雅它今天就可以一根中藏红 因为低基期大家愿意赶进去追 赶进去报 那它就有机会拉中藏红 所以大雅的话 前三季EPS大概是3.53 其实你看它股价36块钱 本益比也大约10倍左右 那除能的部分的话 它有在未来 它是会能够持续提升 它目前来讲是36亿 会有做提升的动作 再来我们看军工的保一 那其实也意思是一样 你现在要找这个低位接整理过的 而且刚刚出量的 所以这个方面的话 它虽然今天没有涨 但是相对低基期 你不妨可以去做布局 那它全年营收 年整已经是100多%了 财报也是油亏转盈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军工里面 我们帮大家挑 这个是站上所有军线的 再来是雷虎 它因为它有拿到政府的标案 所以无人机的部分 也是现在战争的主轴 几乎都是用无人机在打 所以股价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整理 那今天也是跳工往上涨 那这两档低基期的军工股 我觉得投资朋友可以做个参考 好 刚志玲到我们看到 虽然在今天选后的这个卸票行情 只有上演半场而已 不过在农历年前 其实还是相当有机会 可以持续往上攻的 不过在刚刚也有特别提到 这个准总统赖清德 他在当选的国际记者会上 有特别说到会全力来发展半导体 我们说到半导体封路 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在礼拜四要召开法说会 当然认为这个第一季 渴望淡季不但 不过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是毛利率的部分 会不会有压力 还有成本上升的一个问题 都大家比较担心 确实没有错 其实它去年第四季是符合预期 但大家没有发现 12月它营收已经是出现 月减年减 那1 2 3月本来就是淡季 2月还有过年 所以1月当然会承受到一个 比较大的压力 就是营收衰退的过程里面 毛利率 它可能真的就因为 新的成本上升之后 毛利率往下降 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18号准备要开法说 去年12月营收先月减 所以是双减 但它整季是符合预期的 好 那还是符合市场上的一个期待 所以它股价现在维持在高峰 但第一季 我们大概面临到这些问题 我刚刚所说的 第一季是淡季 第二 它的位阶在高阶 它在高基期 接近前高 对不对 然后你又要面临到 毛利率可能有下滑 所以外资现在问你 你的全年资本支出 能不能维持在一定的水位 如果你资本支出 如果你往下降 那大家会不会担心说 你是不是觉得 未来经济没有那么好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就一定要赶快先问这个 第二个问题 毛利率走势跟第一季 第二季的变化 我认为第一季 应该会相对比较淡 可能往下调一点点 第二季就逐继往上走 第三季 第十季应该最高的毛利率 应该还是有机会落在 第三季跟第四季这之间 那个是我认为整个走势 Intel的行进制程很猛 其实我的看法还是 雷声大 雨声很小 它还是一只紫老虎 虽然说它现在已经取得了 2奈米的设备 取得舞台 最新的2奈米设备 其实是 艾斯姆我是直接交给Intel 而不是给台积电 但给它也没有用 老实讲 它也没办法有效量产 所以我也不担心 所以短时间 它行进制程的部分 不担心 最起码还有两年 我认为一定还有两年 大家比较关心 刘德英宣布今年退休 其实我认为他这个退休的原因 主要是在于 他在美国的投资太过于快速 太过于激进 因为你看他现在美国 还有建厂的问题 然后还有工会的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关键在于 台积电你有这么好的一个表现 主要是因为我们台湾老公 实在是太卖肝 太用心 对不对 每天24小时工作 他们补贴拿不拿得到这样子 但是在到美国去 美国人可不跟你讲这一套 我时间到就要下班 你半夜就不要来找我了 你在台湾只要任何问题 那半夜工程师 一定都写来帮你做解决 我觉得这会比较问题 比较大的状况 所以刘德英宣布退休 其实这是蛮快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主要我认为是 针对于美国的投资 今年股东会之后就会退休 没有错 这主要针对于美国那部分 我觉得是在做一个负责 再来你看深进日省 这个我是觉得 我们才有真正投资的机会 在这个部分 先进封装 先进封装 我先跟大家来讲 现在台积电的技术 已经来到2奈米了 它其实已经在市产 它只是没有量产而已 那我们要去想是 我现在所看到最新的数字 2奈米的成本比3奈米 要过50% 简单来讲 一片12寸的晶圆 现在台积电制造 大概是2万美金 可是一片12寸 用2奈米制成的话 它要3万块美金 多了1万美金 多了50的成本 但速度快多少 10%到15% 感觉好像不符合效应 面积 过去我们想 3奈米变2奈米 面积应该 整个面积应该要缩小 33% 3奈米变2奈米 结果没有 大概10% 面积只有特较10% 然后同样的功率是这样 你也大概就增加 大概25% 如果是这样好像划不来 成本多50% 效能看起来好像是多10到15% 而且大家在想 继续往再先进的制程 变1奈米的时候 在2奈米其实就已经有个问题就是 因为你的晶圆太薄了 电子打过去的时候 电压强一点会怎么样 会急穿 这个晶圆就废掉了 也就是说 你在大电压的情况之下 你的经元可能没有办法承受 那也就是说 你再往下面做制程 意义不大 所以它现在就变成是 你要考虑什么 先进封装 所以今天相关的股票都很强 也有人过到涨停 但是比较小值 来 这个是我们等一下来看 要看股票就要看这里了 然后再来就是 半套力产业警戒复苏观点 其实没变 去年就告诉你了 如果去年是第二季的时候 告诉你说要落底 第三季要落底 第三季告诉你第四季落底 但今年有没有落底 目前从大多数的产业来看的话 不管是手机PC还有AI 应该已经是正式都落底了 包括连面板 记忆体 这些警戒循环局都落底了 所以我认为这倒没有问题 那智能产能利用率的部分的话 应该就是逐渐的往上升 这应该都没有办法问题 全年营收应该是大成长 15%到10% 这是我们市场上所预估的 第一季 目前是2008到300 所以法售只要符合这个区间 股价大概就是震荡整理 其实还是维持在高档的资本支出 那第一季营收就衰退 季减 比去年第四季减一点 但去年第四季历史高峰 所以减一点还是合理的 毛利率 这个是法人最擔心的 这算低标 全年营收还是一样 增加15到20 毛利率全年会估到53 也就是说第三季之后 毛利率整个拉起来 整个往上拉 第三季开始会拉起来 EPS35.6到37.5 其实差不多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也是比去年再来做一个成长 台积电我们看就15到20% 这是今年 对 营收 但获利可能会走得 有点不太如市场预期 毕竟毛利率的 没有办法往上再快速拉高 可是供应它设备的 在今年其实机会都非常好 比方来讲 我们去年其实在四五月的时候 我们就聊过 先进封章 当时候的红售 从300多块一路走到700多 好 去年的7月 来到700多之后 它已经拉回 水起整理非常久 你可以看到股价 其实基本上站上季线之后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 过季线转成多头 但是因为它整个量能不够大 所以要突破之后 它还会拉回来测试季线 在这个位置 我认为都有机会往上走 你看它量真的不大 但价格可不便宜 今天是500多块 那它是国内的半导体 失识设备的第一大厂 主要客户有包括台积电 日月光 还有艾克尔等等 这是全球前六大的 封装测试的工具厂 它都有 它其实是国内第一大 龙头厂商 但是它就是因为 成交量比较小 所以大家要先去留意 包括说它连记忆体的部分 它有许的相关的 一个封装的测试的订单 封关设备的订单 所以这个是一个领头羊 但它比较适合做一个观察指标 因为量太小 那量比较大的是 跟它一样有做私人设备 而且也开始正式出货的 星云 对 星云 它去年的股价也非常高 大概200多块 现在股价也在200出头 但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营收其实已经先拉上来 对 年增率三成以上 12月的营收 去年12月 今年会更多 今年成长数 是非常明显 但它股价也在季线附近 量稍稍出来一点点 量还不够大 量还不够大 现在是2300多张 今天的成交量大概是这样 但我认为它量会继续放大 所以在量没有放大之前 这个可不可以布局 可以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14层设备的 就长这个样子 不管是星云还是红素 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稍微看一下 这个位积还是相对低 没有爆量就没有风险 为什么没有爆量没有风险 因为爆量就是有大量筹码进行交换 那你在底部 现在量也不大 大家没有注意到 所以你去布局它 我认为这个都是我有机会 可以观察它成交量 没有爆大量的话 就是相对比较安全 都能够持续再上 那最后的话 我觉得爆发力会比较强 是这一档 为什么 这是万润 它以前是做面板设备 但它已经转型了 做半导体设备 这个是它最有名的 叫点交机 然后包括说它还有 贴合量测还有AOI检测的设备 这都是属于在Covac的新运封装 重点是它12元一手也跳起来 来 刚刚新运是33% 差多少 一倍以上 所以它股价怎么样 它今天是有创新高 但创新要的量也没有很大 也没有 所以我认为 接下来应该是以它来当做一个 操作上的主作 一般投资者有在操作 整个半导体族群 我觉得到礼拜四之前 这商场刻股 应该都有往上攻的机会 爆发力最强 我认为会是万润 因为价格相对便宜 而且营收已经在去年12月 快速的一个成长 年增超过一倍 那1月份2月份 还是一个出货忘记 我认为应该可以营收维持高档 出零股价 三档里面最清明 100多块 然后它的赃速 成交量也比较大 我觉得反而跟中时大户 往这个部分再找新 相关股股的话 我认为万润应该反而最有机会 刚封路段我们看到 台积电在这个礼拜48号 要召开法说 那么这几天 相关的先进封装的概念股 可以持续做留意的 不过我们说到在元月份 另外一个观察的这个重点 就是ETF的元月除息秀 这个礼拜就开跑了 要请教冯总监 在这一次61档除息 不过我们说到高股息的ETF 这个殖利率缩水 是不是已经成了定局了 因为金管会寄出 凭准金的发放四原则 以后我们如果说 要轻轻松松拿到 这个10%的配息率 是不是会变得比较困难 好 我们分两个部分 国内的ETF市场真的非常的夯 那目前来讲总规模已经达到将近1.4兆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么一月份还有高达60档的ETF都要进行除息 那我们看这00种种这样子看起来 我们还只是列前面的 而且是1月17号是最热门 是黄道极日 有超过10档以上的ETF要进行除息 那当然我觉得对投资人来讲最吸睛的 大概就会看这个年化殖利率 所以我们这个从前面排下来 那大概从00770一路下来 基本上到第10名 普遍来讲大概都有在将近7个percent 或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准 那在这里面我想就是说 这么多要配息的ETF 当然也是给投资人一个大红包 这里面我点了四档 我觉得个人觉得说比较有看头 大家可以留意的 那么第一档是00770的国泰北美科技 那这一档你会发现他说 他公布股息之后 成交量真的就是非常的热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年配的 而且他公布的时候是要配多少 配4块钱 他公布的时候股价也将近40块左右 所以大家一算下来 股息质利率高了多少 10% 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重点我们看他今天的一个股价 又在创新高 为什么创新高呢 不是因为他公布股息 是因为他的成分股 因为他现在第一大成分股是谁 灰达 那么其他的成分股包括哪些 还有微软 还有这个Google Alphabet 都是一时之选 所以让他整体的一个去年整体的一个投资报酬率多少 超过60%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说成分股强 配息又强 那自然而然就吸引了买盘 股价也在创新高 那么第二档我觉得可以提醒大家注意 是0056 那么0056去年缴出多少 百分之五十八的报酬率 韩息报酬率非常非常的强 你很难想象就高股息的这个ETF 他的一个年度的这个报酬率有这么这么的高 那当然来讲这个0056本来就是国民ETF 他的资产规模现在是第二大 那么同时间我看他的一个成分股目前来讲 算是AI金融股算是比较均衡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相当有机会的 而且刚刚在录影之前 增加配息 增加配息 没错 就刚好很刚好在我们录影的前夕 从0.66变成0.7 把他整体的殖利率要推升多少 再往上推到7.5%以上 所以我觉得也是相当有看头的 那么第三档是国内第一档 月配型的股票型ETF00929 那当然来讲他去年6月9号成立以来 他的一个到年底为止 他的报酬率已经到多少 32.3 成立不到一年 那报酬率其实也是还蛮高 而且他是月月配 而且他也把他的股息提高 现在如果你不把股息提高 殖利率做高的话 可能基本上就没有票房 所以他也从月配息了0.11到0.13 那整体的一个殖利率 也有超过7%以上 不过他就是比较锁定在 所谓的高ROE 还有在股息变动度比较低的这些科技股上面 他没有其他的传产股或金融股 那么第四档是债券型的ETF 是00725B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那他既配息0.67 换算下来年配息率有超过7%以上 那因为今年应该讲今年联储会可能会降息三码或三码以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债券型ETF也是相当有机会的 我们要再请教这个冯总监 在这一次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凭准金的这个发放四原则 所以以后高股息的ETF 直列率缩水都成为定局吗 还是要看不同的一个情况而定 其实还是看不同的情况而定 我们先讲什么是收益凭准金 收益凭准金就是当ETF在除息的时候 为了避免在除息之前 涌入太多的一个投资人 所以就从他的一个本金里面提拨一些钱 到凭准金上面介于平滑他的一个股息 那么我们来看 但是很多投资朋友在收到股息发放投资书的时候 他就看到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比例 结果就有人发现说 奇怪了 这个类本金的收益凭准金 为什么发放的比例这么高 甚至于有到达八成以上 所以投资人会觉得说 你拿我自己的钱 扛我自己的凯 这样子好像很不对吧 所以这一段时间 其实收益凭准金 就在市场上被讨论的非常的沸沸扬扬 那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发酵之后 主管机关终于底定一个四个原则 我们来看这四个原则到底是什么 第一个是ETF实际的配息率 不应该超过他追踪指数的一个配息率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大家在买ETF之前 通常投信都会 因为ETF是追踪一档指数 那么每一个投信都会告诉你说 这档指数回测 他在过去这几年 他的一个股息率到底是多少 如果说五年十年 他的平均的股息率 算出来是七%的话 那么你实际配息的时候 就不应该超过你追踪指数的这个配息率 所以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整体来说对投资人来讲 不会有权益上的一个损害 但是会有几个影响 第一个就是说诉求十%以上的这种超高配息率 未来来讲可能是会比较少见 因为都被控制住了 那个不能发太多 那个不能发太多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投信会比较保守一点 那么第二个呢 因为配息被控制了 所以这种所谓的未来吸收的这个金额呢 我觉得对投资人来相对会减少 但并不是权益上的一个损害 因为呢 大家可以想象说 就是好像一个资金池那边 钱都放在这里面 只是说控制那些钱呢 不能够发放的太多 比例上要控制 还是在你的账上 所以基本上来讲 对投资人的权益 并没有受到一个损害 在净值上还是会反映 这个ETF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值 如果是没有动用平准金的话 就其实不会有这样的名价 没错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譬如说因为呢 我们看这个所谓的股息通知书的时候 通常是这个五十四c 就是所谓的股力的一个部分 是要科健保的一个保费 假设原来是配一块钱 那么其他的部分 也是一块钱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要差不多二十张 你才会配到补充保费 但是如果现在两块钱 通通都要从这个股息来配发的话 你可能十张就要配 就补充保费了 所以目前来讲大概有这几个影响 那我也列了就是说目前来说 因为我们讲 这是一个收益凭准金的一个控制 所以只有收益凭准金制度的ETF 才会受影响 如果他本身没有收益凭准金的话 像我们刚刚讲的00770 他配10%以上的话 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 因为他没有收益凭准金 所以这几个呢 就是目前来讲 具有收益凭准金的这个ETF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注 去年很多投资人都大失所望的 陆股在今年依旧是开局失利 会像小摩所预测的 陆股会跌入到所谓的价值陷阱吗 在今年会走到尽头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